腰心內容率先劇透 過去了 又不可以挽回到 而又的確影響著我 我是要看究竟這件事有什麼正面 對我來說有什麼幫助 假設我覺得最難的位置就是 我不認同神對我的安排 我就卡死了 我做不到下去了 我們不認同神的安排 只不過我們不明白 他是那個天父 或者我們根本沒有認他是天父 鑽牛角尖的故事 非常銷魯 聽完之後會拉著你對信仰的團 嘩 喜歡的話 麻煩你CLS Comment、Like和Share 給你身邊的朋友 齊齊鑽牛角尖 我是主持人欣石 謝謝你 Soapacast 有故事的聲音 感謝主啊 我聽牧師說 試下憑信心做十一奉獻 結果我媽媽的癌症 真的已經好了 為甚麼我十一奉獻這麼多年 最終我爸爸也救不回來 救不回來 為甚麼阿羅則士 那幾個星期都沒有分 你不知道嗎 他單案判了 罪名成立 他善了主很多年了 我還常常聽他上台說 見證感謝主 他好像很虔善 以為多奉獻、多祈禱 就會心想事成 基督徒有沒有看 信仰危機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預期 信仰不像你預期 上個星期我們說了 怎樣分析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 一起重溫一些精華片段 一般來說 家庭裏面有六個元素 影響著小孩的成長 包括父母的關係 第二是親子關係 第三是家庭的規則 第四是家庭的溝通模式 第五是家庭的氣氛 第六是父母的管教方法 神讓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成長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會不會我對苦難的世界 明白多些 容易體會多些 見到身邊窮困的人 有困難的人 我的同理心是明顯些 繼續有請香港神學院院長 張天皇牧師 去到講關於原生家庭的話題 很多時候 很大機會有些事情 就是那個人以前真的不懂 你明白他為何傷害你 因為他是基於無知 假設這樣 你也要繼續面對這個人 或者你想和他修好和好 都已經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那個影響 對我來說是一輩子 一輩子都過不了某些關 那怎樣 假設他還在生的話 我怎樣對待一些 曾經傷害我家人 或者他不在了 我已經沒有機會做任何理保 我可以怎樣 如果他仍然在這裏 不知道不一定成功 當然我又見過成功 就是真的把自己的感受 告訴他 媽媽你幾十年前 否定我很傷 不是無故這樣說 但是 不是抱著一個媽媽 你要跟我道歉 而是 你真是處理了 然後跟他說這件事 讓媽媽都明白這件事 那可能 其實我見過有個案 媽媽 當他一提的時候 媽媽已經向他道歉了 有啊 因為媽媽知道的 只不過 他 不會開口 因為他是長輩 但是他知道的 很多時候 人就是這麽微妙的關係 你不提 我又不會故意說 但是你一提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當日 是我做得不對 那些什麼場景 適合留在拜山講 不是的 有些時候 長大了之後 其實有些事情不同了 如果大家的性情 沒什麼轉變 那仍然很剛烈的 可能就不適宜去講 就當第二種情況 就是 譬如已經沒有機會講 或者他已經不在 那時候 有些問題問 就是這件事 對你有什麼學習 是 就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回這件事 因為已經過去了 又不可以挽回到 而又的確影響著我 我是要看這件事 有些什麼的正面 對我來講 有些什麼的幫助 譬如說很簡單 我決定了 我離開這個家庭 原來我獨立了 現在 我個人很獨立 這個是正面的 是這件事 帶出來的正面 就是找一個理由去 move forward 正向的能量 是啊 在過程裏面 也要看看 旁邊有沒有一些人 神差派來幫助你 去經過那個時刻 我們說了這麼多的步驟之後 我們說一些正樣的一個 就是能夠將原生家庭的就座化為祝福的例子 就是講約室 它有多慘大家都知道 但是後來它是祝福到整個家族 我們今天信徒在這個瓦國家或者約室身上 有些什麼可以參考 讓這個原生家庭的陰謀或者咒作 可以在我這裏結束我 也可以由能力祝福我下一代呢 我們見到約室 它本身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或者這個就是 它能夠祝福到它家庭的一個元素 在創世紀39章2到4節那裏 其實它當時還在腦倒的時候 那裏很明顯顯示神與約室同在 使它時事順利 並且它的主人都見到它有神的同在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約室的人生裏面我們見到幾件事 是準備了它怎麼祝福它的家庭的 包括了約室它自己是忠於神 比忠於人是更重要的 它看得罪神比得罪人是嚴重得多的 第二就是它保持一個很敏銳的良心 以至到當它見到有少許一些 會得罪神的地方的時候 它就會馬上退出來了 第三它常作準備 當試探忽然攻擊的時候 不會令到它措手不及 以至到手足無措 因為它保持著和神有一種很好的關係 良好的交通 並且走在神的旨意裡 所以它面對著突而其來的試探的時候 它能夠頂得住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它能夠看得到神的心意是什麼 最難在 神的心意很明白 它才能夠從這種不好的經驗 這麼不開心的人生經歷裡面 去放下 在《創世紀》45章7到8節 他跟他的兄弟重聚的時候 他這樣說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給你們全流如種在世上 又要大師拯救 保存你們的生命 這樣看來 差我到這裏來的 不是你們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作他全家的主 並挨及全地的宰相 這個是《創世紀》45章7到8節 其實第5節 他都提到一次是神差我 即是在幾節經文裡面提了三次 差字 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大家留意到 他說 這樣看來 差我到這裏來的 不是你們 乃是神 他將所有那些兄弟對他的不好 全部他都看為是神的一種安排 神的計劃 這個是一個 整個視野的轉向 焦點轉了 整個焦點轉了 而事實上 這個是一個 在輔導上 其實是一個其中一種理論 所以變成 約失能夠這樣祝福到 整個家族 就是因為他看到 這個是神的安排 神的心意 正如剛才所說 去回顧我們生命的時候 都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神為何被你經歷 或者神被你經歷這件事 有什麽學習 背後一個很重要的信念 就是在我們生命 人生的歷程中 種完未信主之前 神都有安排 假設我覺得最難的位置 就是我不認同 神對我的安排 我就卡死了 我做不到下去 我們不認同神的安排 很多時候都有 只不過我們不明白 祂是那個天父 或者我們根本沒有認祂是天父 這樣嗎 因為爸爸不會給你不好的東西 只不過是我們覺得不好 所以耶穌說 在世的爸爸都不是那麽好 但是他都盡量給你好東西 事實上我們想回 我們成長的過程 雖然我們經歷過 可能被爸爸打 爸爸傷害 否定 但是你想一下 其實他都真的把很多好東西給我們 如果算一算 通常是好東西多過不好東西 那都求神給我們 有個能力 將那個視點 由一個很負面 去到一個正面 甚至是看到神 在我們身上安排和作為 但我也都想說這件事 我們很多時候 實際上有些個案子 例如父母不開心離婚 但不知為何就了 自己打算選個好一點 我們一定有幸福的家庭 但看到他不斷去 兩個人結婚之後就說離婚 不斷地滑下去 其實在宅偶的哪一個位置 開始我要了解對方的原生家庭狀況 又或者其實我已經結婚了 原來我發覺 嫁給他種伏 他很受這個原生家庭影響 我又不想影響我下一代 那怎麼辦呢 我們說過了解原生家庭 其實是認識自己一個很好的途徑 因此當兩個人拍拖或摘偶的時候 我就會認為當彼此之間的感情較為穩定 甚至都認定對方是一個可以繼續拍拖下去的對象 拍拖的對象 即是說將來都有機會跟他結婚 這樣的時候 我就認為 是需要多一點了解彼此的原生家庭 目的就是要對對方更了解 知道對方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包括他的個性是怎樣形成出來的 來源是怎樣的 即是他的家庭是怎樣影響著他 所以我在教會裡面 都會幫一些年青人 已經拍拖穩定的年青人 就幫他做一個叫做性格測驗 性格測驗那裡是反映著他們的一些個性 那裡的個性其實也可能反映著原生家庭對他們的影響 在那裡希望入手 是給那對拍拖的年青人 去知道家庭影響著我們 讓他們都盡量去了解和認識自己的家庭 那對方的原生家庭很伏的 也有機會影響我 那是不是不要踩那隻腳去呢 當然如果 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那個當事人 他已經受了他的家庭影響 並且當事人他又願意去面對和處理 一般來說 就不會對他們的婚姻有太大的影響 也有影響 也有影響 不是太大 應該這樣說 就是無論結不結婚 就算一個人 他經歷到家庭對他一些很負面的影響 就算他結不結婚都好 其實他應該要去處理的 那當然 不要帶著一種不好的經歷 去跟別人拍拖 一種個性來接觸周圍的人 那實際不是的 因為你要處理這件事 因為如果不是 他不只是影響婚姻 其實影響到整個人 和其他事與人的關係 你怎樣處事等等 這些我不太方便講很多例子 明白 其實是很多 大家經常都看到 很多影響的 所以 如果自己都知道 家庭對我是有影響 特別是負面影響的時候 一定要去處理 和攝受神的醫治 如果當事人是警覺 受原生家庭影響 又願意處理 一般來說 剛才我講過 對婚姻不是影響很大的 而對方也知道 在處理的過程裏面 那個女朋友 那個男朋友都知道 這些在婚前輔導 我都曾經都處理過 我就叫他們 一定要去接受輔導 你們處理了 然後再講你們兩個人的 婚姻 但是如果雙方面 都有類似的經歷 都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個性 而這兩個人放在一起 會不會負負得正 而他們又不去處理 當然不會負負 不會得正 更加有悲劇 而他們又不去面對 不去處理的話 我真的會建議他們分手 好的 我建議他們分手 因為這兩個人 如果他們又不處理 走在一起 其實是 面對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之大 非常非常之多 如果已經結婚 才發現中了伏 對方是深受原生家庭所害 我又有下一代 我又不想影響他 我只能保住一個 如果又是那對夫婦 他們知道影響他們的婚姻 影響他們的家庭 他們願意接受輔導 那當然 就繼續接受輔導 繼續幫助 我見到是可以處理到的 但是 如果是影響了 他們已經結婚了 但是又不願意去面對 甚至乎隱藏 當鄧英姊妹提醒他 或者想幫他 說沒事 我們沒事的 經常中國人抱主 對 家醜不出外傳 所以就不理會的時候 可能最後 都是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困難 可能結果真的分開 甚至影響下一代的性格 真的有陰霾 好 都將麻煩院長 為我們可以 面對我們現身家庭 也不要影響到我們下一代 或者是 見到一個健康的家庭 去祷告 麻煩你 天父我們多謝你 你都給我們在一個家庭裡成長 但是我們知道 家庭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 也很深遠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若然我們已經受到家庭的影響 並且是負面的影響的時候 我們求主你的恩典臨到 讓我們願意去面對我們所受的影響 並且回到神的面前 被神你自己去接納去醫治 讓我們的影響是減到最低 主我們有道為到現有的家庭 來討告 求主你給我們都很警覺 原來家庭是真的對一個人的成長 有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我們作為父母親的 我們都願意來很認真的去面對和處理 求主你加恩典 我們這樣討告奉靠耶穌的命求 對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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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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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信用危機相關話題想跟我交流 歡迎你 Add 我 因石鑽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 和 IG 亦都歡迎你訂閱我們 Soul Radio 和 Soul Podcast YouTube 頻道現在都入迷啦 你訂閱了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收聽我們最新一集節目啦 連結就放在簡介那裏 滾去看看啦 下個禮拜見 拜拜 你難 類似到埋怨 我奉獻為何 你不保佑我 我這麽難過 你不再 誰說 救會 放如假 人比嘔心想 流血 那麼正笼罩 愛 主 心 漸淡 淚 了 失望你 你可知 怎麽信仰 原來不再 我預期 為何 調一副錯心 互亂信 新生的怪力 請你 開我 到雨露 改寫 我 不止絕望 全能在你手 引主 引導我 誰願意 拋低 自身 那索格緊追 隨你 願意 拋低 自身 那索格緊追 這代價 沉重 要 今生 落結 信仰 非 廉價 你可知 怎麽信仰 原來不再 我預期 尋求靜心 等等 等等 尋求靜心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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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fully 任你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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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